大家好 這裏是謹代表香港聖文化學會 很歡迎大家來臨今天的講座 我先介紹 我是廖文廣 廖文廣就是香港聖文化學會的其中一位執委 其實今天的講座 可能大家都會知道 今天的講座其實是香港聖文化學會 20週年 講座之一 其實我們上個月 在這裡 同樣的地方 上個月23號 我們有另一場講座已經進行了 那個就是 《聖文化戰線激烈戰況20年的回顧》 想問一下 上個月有來的朋友有沒有 可否一句話 也有不少 非常之好 其實上個月那個講座 其實就是一個會館和辦事 就是看回我們過去 香港聖文化學會成立了20年 其實那20年裏面有很多 大大小小不同的一些事情發生 還有一些爭議 並且一些我們學會參與一些社會的討論 甚至是一些激烈的辯論 甚至在立法過程裏面的一些意見的發表 我們都有參與在其中 今天就不是純粹回顧和反思了 今天其實就是我們一個議帳分享 是前瞻和傳承 那就是個題目就是 新一代性文化的挑戰 新的議帳和年青的接班 那今天就 我們一會兒會任我們的時工總監 鄭安賢弟兄就會為我們會有一個分享 並且有一系列的回應的講員 就是去回應鄭安賢弟兄的 那個聖用非常之鼎盛 有牧師 有大學的教授 有校長 有家長 有年輕的傳導 也都有 零零後的年青人都有 所以今天就是一個很多角度 全方位 去前瞻 和去看回我們新一代 年青人他們的性文化方面的挑戰 那開始的時候 讓我們一起同心祈禱 將以下的時間都恭敬 交在我們的上主手中 親愛的主 感謝你 讓我們在這裡能夠 聚集在一起 為了我們新一代的 性文化所面對的挑戰 我們嘗試去規探 嘗試去了解 並且我們都是恭敬的 將不單止以下的時間 並且是我們的下一代 要面對多元多變 亦都是混亂的一個世代 求神你都在當中保守和掌權 神也都求你祝福 一會兒為我們今天講座 所分享的鄭安然弟兄 神也求你與祂同在 神也求你與祂同在 並且讓祂能夠有充足的精神 和靈利的口齒 讓祂能夠將祂在多年 在服侍新一代 在聖文化 或者聖倫理的掙扎 祂見到的面相 都能夠與我們一起分享 亦都保守每一位回應的講員 好叫祂能夠在自己的崗位 都能夠分享到 祂所觀察到 祂所留意到的事情 主啊 求你都是作當中的主席 我們將整個聚會恭敬交上 求主親臨作中間的主席 祈祷奉禮救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門 好 那我就將時間交給安然 好